江伯朝 这些不算胃口不好 从这家这是比以前差的 relig Dengr 江振 其实从08年汶川地震过后 就是对朱坚强就有一些耳闻 然后这次来到建川博物馆聚落 刚好能亲眼看一看的 在没有食物没有水源的条件下 生活了36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馆长也发了一条微博 说朱坚强可能日子不多了 我们觉得依然还可以看一看 也算是我们的幸运 希望朱坚强能再多坚强一段时间